你一言我一語 2024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會上 兩黨總統候選人川普與賀錦麗正面交鋒 會中談及全球晶片議題時 台灣跟台積電再度成為全球焦點 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嘉 最近對員工發內部信誓表示 由於全球都有設廠 公司不再只是台灣的台積電 而是世界的台積電 不過對於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曾在公開場合歡迎台積電 進一步投資美國市場時 導致美國本土的晶片廠 英特爾感到不滿 因為英特爾不開心 跟台積電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英特爾一直想做高階製程 那問題說他一直做不出來 良藝又不好 由於英特爾今年處境艱難 股價更跌破二十美元 市值蒸發了將近六成 最近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與英特爾執行長季辛格會面時 季辛格更當場直言 對美國政府太過依賴台積電 表達失望 目前台積基本上對於 跟英特爾相比較的話 還是領先的這個部分 學者表示短期內英特爾 不太可能追趕技術 有部分難度存在 但其實英特爾在二零二二年八月 獲得美國政府批准的八十億美元 晶片法案資助 與額外可能獲得一百一十億美元 龐大資金至今仍未分配 它其實這裡面的補助分成兩種 一個是屬於直接的補助 另外一個是從稅清的這個部分的補助 由於補助金額龐大程序複雜嚴格 目前最快今明年補助部分比例 能分配下來 至於稅務部分可能要再等兩到三年 美國積極需要英特爾 和美國晶片生產的種種好處 究竟這回美國平民保英特爾 能否起到作用 引起全球關注 三立新聞室官李志祺綜合報導 我們現在…